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挺羡慕我能够有一台博金限量版Mavic呢 没错 我非常喜欢它 因为降道效果确实比较明显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老生常谈的功能 智能功能中的智能跟随 为什么再说一下它呢 是因为很多新朋友入手无音机之后 觉得这个打赏操作的飞行技术很难去练习 注意看 在DJI GO的左边这个小地方 我们点一下 好 进入智能跟随 点击屏幕中的我 诶 这个框是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飞行器的高度太低了 Mavic 或者PCP等无音机想进入智能跟随 至少需要离地2米 所以我们稍微向上飞一点 OK 变绿了 好 画面左边有一个红色的STOP按键 这个按键就是救命用的 当你在使用智能跟随突然遇到了突发情况 按下这个按键 飞机立刻悬停 好 往右看 有普通 平行和锁定三个模式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好 我使用普通模式 点击 GO 现在看起来已经把我框选住了 我走两步试试啊 没有问题 Mavic 已经可以跟着我 它现在非常平稳地跟着我 而且把我锁定在画面的正中心 右面有一个这个绿色的条 这个是调节速度的 我们可以把速度调到最慢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智能跟随 我建议你速度不要调太快 在智能跟随模式下 无音机的前世避障是生效的 但是注意 侧面和后面是没有避障的 所以 最好选择这种开阔的场地使用智能跟随 接下来我就用智能跟随拍一些样片给大家看 完全没有问题啊 智能跟随可以在大多数的产品中去使用 但是有一点 如果我想让Mavic 在侧面跟着我 我平行着往前跑 这该怎么实现呢 这就要用到了平行跟随 我们退出普通模式 好 在屏幕中点一下 Mavic即可把我识别 然后我们点平行 框拳要追踪的目标 飞行器将保持相对位置一致 跟随目标 障碍物感知将不生效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开启的平行跟随 所以我现在就往前方去走 看看Mavic会怎样跟着我 注意到 它的飞行方向不是机头朝前 而是侧面是飞行方向 它的机头在跟着我 跟拍着我 这就是平行跟随的使用方法 第三点是锁定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点击左侧的Stop按键 退出智能跟随 我们点一下 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锁定模式 焦点跟随模式 在锁定模式中 飞机镜头会一直朝向你选定的目标 同时飞机的航向 将被锁定为进入模式时的方向 障碍物感知将不生效 所以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 点击确认 OK 先是锁定模式 我走两步看看 无论我怎么走 我要让它走 朝着它走 往后退 它的云台朝向始终能跟着我 但是飞行器的位置不会变动 这就是跟随模式 这就是锁定模式 大家一定要牢记 好 无论是人 还是骑自轻车 还是开汽车 只要是运动的物体 它都能够进行识别并且跟踪 只要你在屏幕上点击一下目标主体 就可以识别 如果没有识别到怎么办 框选一下 OK 非常的智能 接下来 我要讲一下它在航拍中的应用 毕竟这个功能每个人都有 但是航拍大片 不一定人人都能拍出来 还是把自己框选一下 进入普通的跟随模式 我想大多数人 也就是这样跟拍一下自己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不是我想要的构图 我想把我自己拍到 也能拍到远方的景物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编一个小魔术 点住自己 往下去拖 欸 欸欸欸欸欸 看 后面的景物都出现了 这就是智能根系中的框选构图 所以说不要再傻傻的把自己放到画面中心了 比如说放到左下角 然后你再跑一段 效果绝对不一样 啊 这个坑差点把哥给摔死了 哎呦可 面掉差点都摔掉了 跑掉了啊 好 我刚才讲了这个框选构图 好像快没电了啊 OK 我换了换电池 先太热了啊 我要吹吹风 非常棒的风扇啊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一个隐藏技巧 狂选构图 第二个隐藏技巧 马里克能不能倒退的跟随呢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DJI GO左上角 进入感知设置 哎 你会发现 智能跟随时允许倒退 一般情况下 这个按钮都是关着的 因为很危险 马里克后面没有避障 如果在智能跟随时倒退的话 很有可能会装到障碍物 不过 我建议大家在开口的设计中使用 那就不用担心障碍物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把它打开试一下 OK 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普通模式好了 好 马里克现在已经把我跟上了 我现在往前走 非常听话的向后退去了 但是后面是没有避障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完全 OK 我现在往前走 还是能够非常流畅的识别我的 好 你的召唤回来 第三点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智能跟随 进行刷锅飞行 好 假设我就是那个目标主体 我写让马里克火热着我来进行拍摄 好 一般情况都会是这样的 效果不是很理想啊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智能跟随 一眼是这个位置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进入智能跟随 选择普通模式 这时候你会发现 屏幕下方有一个白色的横条 我们能试着去操作一下 快看 马里克现在把我矿选在画面中央 还让我自动的进行拍摄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需要操纵它空气 我只需要用我的眼睛来判断 它周围有没有障碍物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点一下 stop按键 即可停止 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注意 我刚才讲解的几个技巧 比如说 矿选构图 是可以和这个工程同时去用的 比如说我把自己往 我把我自己往下放一点 好 我现在让马里克 还让我拍摄我 这时候我缓缓地把这东西放在地上 OK 还在持续地跟拍着我 我完全可以解放我的双手 做一些动作 或者说 蹲跑 哪怕我在移动 哪怕它在缓着我 哪怕我使用了矿选构图 它依然能够 非常准确地 持续跟踪我 好 我现在静止下来 它还在刷锅 我们点击stop 那么问题来了 智能跟随只能用于录像吗 可不可以拍摄的时候使用 同样可以 在更新最新固件之后 在智能跟随模式下 马里克是可以1200万像素 直出高清照片的 而在之前只能够直出200万像素的照片 OK 介绍了这么多马里克智能跟随的使用技巧 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 航拍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只要用心稍微钻研一下 把无红机的每一项功能的用套 哪怕是新手 哪怕刚刚说无红机没有几天 也是可以非常快乐地 非常高效地去航拍 以上就是马里克智能跟随的几个要点 我想屏幕前的你应该已经学会了 欢迎大家微信搜索 并关注黑正式公众号 我会在这里持续地为大家更新 我是飞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终于收工了 天正好要黑没黑 看到前面这些活动了吗 声音巨大无比 我真是等了一下午的时间 等到他们安静地交火 等你把视频录了 昨天其实也出来拍了一次 对吧 但是我的iPhone 7 Plus太卡了 录屏录录花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想给大家持续的更新内容 现在好想换台手机 各位看官老爷 欢迎扫描屏幕上的阿尔玛 给小弟打赏一点 是吧 让我换个iPhone 10 顺便给大家搞一波暴力测评 怎么样